我們把現場交給攝影棚的另外一端的富蘭克林 三分鐘存基金 OK 大家好 我是詹哥 歡迎收看今天的三分鐘存基金單元 現在股市真的已經飆了好高 很多人想要在這時候進場 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很怕被套在最高點 這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做才可以來分散我們的投資風險呢 我們請Cony幫我們分享一下 那我就會建議投資人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也就是說你原本可能只買兩三支的股票 但是在今年你有可能就需要分散 可能是70檔80檔以上的股票 那很多小資族你可能沒有辦法有這麼多的資金的話 那你就可以考慮用共同基金的方式 那像去年話題最夯的還是科技類股 那去年科技類股已經漲了這麼多了 今年它還有續漲的空間嗎 確實去年科技股漲的很多 我們用台灣有核備的境外基金來看 科技基金平均漲幅就有46% 何況說裡面漲得更多的有50% 60%甚至更高 的確短期有一些拉回也是正常的 那加上呢今年其實是選股難度應該會升高 我們用2020年的經驗來看 納斯達克指數雖然連創新高 但是就成分股來看還是有4成左右的股票 那就是選股難度升高 所以今年也有可能要注意的就是 選股難度升高已經不是隨便買 就都會賺這樣的狀況了 這樣聽起來有點可怕 就是選股的難度提升了 也不是隨便買可以隨便賺的年代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來配置它 才可以分散這個風險呢 如果喜歡科技的朋友 我想你今年應該手上也都有台灣的科技股了 那如果你還是喜歡科技的話 就科技類股我們可以建議你 也可以留意美國的科技基金 主要是因為在台灣主要像是半導體啦 供應鏈都是屬於硬體相關的廠商 跟這個股票全值是比較高的 那如果在美國事實上的成分呢 其實包括了ACE王牌這樣的ACE的題材 包括像是AI相關 或者是SEED Cloud Computing 雲端運算相關的一些軟體類股 那或者是e-commerce這些電子商物 相信大家在過去一年都有用過很多網路購物等等的線上服務 這也是一個商機 所以在美國的科技類股 它其實有更多的軟體跟雲端類股 那所以可以用台灣的硬體為主 以及美國更多元的ACE相關的一些軟體跟網路類股 來一手掌握軟硬通吃 了解 所以今天這樣子停下來呢 就是我們可以運用美國的高科技基金 來搭配台灣的科技基金 就可以軟的錢也吃到 硬的錢也吃到 謝謝Cony今天分享給我們這個軟硬通吃的投資PayPal 我們把現場還給佳哥 好 謝謝這兩位非常精彩的分析了 三哥搞半天是個女生 Cony是富蘭克林基金的研究部的副總 也是這個領域非常有專業背景的一位基金經理人 好 類似的專題我們在後來未來的節目中 還會持續的進行 回到現場的相關討論 OK 新的一年剛才Cony有分析 不是眼睛客客 青菜買都會對 OK 眼睛要轉到大了 OK 好 老司機帶入 今天現場就有老司機了 老司機帶入教你挑選好的基金 有什麼撇步嗎 很多人已經懂得長期定期定額投資基金 不過 哎呦不過 市場變化萬千 今年表現好的基金 是不是未來也是同樣的有好的表現 因此買基金除了看短期績效 更要看中長期的表現 因為基金投資的原理是要用時間軸 要一個長長的坡道 所以未來的趨勢觀點很重要 一定要看未來 才能列為純基金的口袋名單 然而面對幾千檔的基金 真的是很多 如何萬中挑一選到優質基金 就要看門道 而且要老司機帶入 OK 兩問題立刻就叫做基督兄 如何挑選好基金 這些方法幫助你 基中則有OK 在基金中要挑出什麼 優等模範生 可以親切講講的 全台灣都盯著你看 來聽聽的意見 同時你也告訴我們說 要善用基金獎的得獎名單 聽聽你 什麼叫基金獎 有奧斯卡獎 有什麼獎會不會講 什麼叫基金獎 來 好 那我先講第一個 怎麼挑基金 我這邊幫大家列出了幾個原則 第一個叫333法則 這是我自己的歸納333 333 什麼叫333 就是我相信大家買基金 最重要就是賺錢 賺錢就是看它的績效 現在其實網路很方便 大家都可以去網路上面去找 各個基金的績效 當然你找績效的時候 一定要找同類型 比如說我要找科技類的基金 我就科技類基金找出來 你不能說科技類基金 就跟生計基金 棘子跟棘子比 蘋果跟蘋果比 所以你要把同類型基金找出來 那怎麼找呢 所謂333法則 我的原則就是 你如果在短中長期的表現 都在同類基金的前三分之一的話 你就可以去選擇它 那所謂短中長期怎麼去挑 我就是135年 一年期的績效 跟三年期的績效 還有五年期的績效 都在前三分之一 其實現在這個 你只要打開電腦網路上面 挑一挑就很容易挑出來了 篩選條件的東西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三個條件都達到 那當然是最好 如果沒有的話 至少要達到兩個條件 那我覺得 這是我的333法則 第二個 挑基金的時候 規模不能夠太小 有些基金你可以看到它 績效可能很好 可是它規模 可能比較小一點點 這時候你不要去挑 為什麼基金規模太小的話 可能會清算 所謂清算就是這個基金要被結束 被迫結束 像去年台股就有這樣的基金 被迫結束 那所謂規模太小 有什麼樣的準則 我自己認為 如果你要買台股基金的話 至少規模到10億以上 我覺得比較安全 雖然說 下市的門檻是2億 但為什麼挑10億 因為如果行情不好的時候 這個基金規模就 就噹哩啪啪就下來 然後萬一有人贖回的話 你如果只挑2億的話 很容易 莫名其妙就被嚇失了 對沒錯 很容易 所以我覺得10億是一個安全的門檻 10億 好 第三個就是最近這幾年 非常流行的ETF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被動式的基金 因為很多人對基金雖然都知道 可是並不一定了解 也沒有時間多去瞭解 好沒有關係 你就去買ETF 那我覺得買ETF 是比較適合一般的投資 但請你買ETF的時候 就買所謂的圓形 你不要去買什麼正向兩倍 反向一倍的那種 買圓形的 基本款的 對基本款的 那第四個呢 就是最適合大家的投資方式 一般小資族 都可以做到的 定期定額的方式去投資 我就根據這四個步驟 你去做挑選基金 我不敢講百分之百 一定都挑到 讓你大賺的基金 但是我覺得踩雷的機會會大降 至少小鐘取小了嘛 對不對 對你講的沒錯 那你提到說 基金獎的得獎名單 我這邊上網看一下 說台灣目前有 什麼 晨鑫最佳基金獎 Smart致富台灣基金獎 OK這麼多獎 哪一個獎 獎的算數 我覺得 這邊列出來的幾個獎 比如說 晨鑫 Smart致富 湯生路透 李博 我們簡稱李博 傑出基金金鑽獎 金鑽 這都是比較有歷史的 他說前三個是國際的 對 後面是由台灣主導 是台灣的機構所選出來 前面這三個 跟後面台灣自己本土的機構 選出來的基金獎 都有很長的一段歷史 我覺得基金獎都可以做參考 這四個我講四個 除了這四個我不推薦 除了這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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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我都不推薦 為什麼選這四個 我覺得可以 是因為第一個他有歷史 第二個他選擇的標準 雖然每一家不一樣 但至少他都有他的邏輯在 而且他選出來的 不是只有看績效 他還幫你考慮到風險 就是說有時候你看到 智長基金標得很兇 可是他可能風險很大 可能就不在他們基金獎頒獎的範圍裡面 所以有時候考慮投資 你不是只有考慮 有劑量但也有劑值的部分 對 那他幫你選 而且如果同類型的基金 檔數比較少 比如說只有三檔 你比來比去那幾檔 也沒有意義 他也不會幫你選 然後成立時間比較短的基金 他也不認為說 不列入考量 不具有參考價值 所以他都幫你做一些篩選之後 我覺得可以考量 他們基金獎的得獎名單 但是不是說 你買了得獎名單的時候 一定是每年的第一名 不是這個概念 而且也不是說一定可以讓你賺大權 但至少讓你穩穩的賺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那基金獎 這幾項基金獎 他們有沒有共同的交集的部分 那我們就買那個交集就好了 有夠而已 更精打細算 有一些是會有交集 每年大概三月份 都是基金獎頒獎的 他有問到重點 我的錢都有落個起來的 你如果說三個獎 四個獎 共同的交集 大家都看好 那OK 更好就對了 但我必須要講 從這些年來 看到基金獎名單 要重複的名單 還真的不容易 真的 因為有些基金獎的 檔數其實很少 只有十幾檔 其他有一百檔 這個要交集就不那麼容易了 OK 是有這個企圖性 但實務上可能 沒有 不那麼豪雜 但是基本上就是說 他們這一些得獎 挑出來的基金 就至少會比我們 一般定存要好很多很多的概念 這個我不敢保證 我沒辦法保證 還是有風險 但是我相信 長期來看 他應該有機會打敗定存 我再強調一下 今天節目 應該製作當然滿專業的 有列這個四個基金獎 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除了這四個之外 其他獎我是沒有 我是不推薦的 OK就是剛才那四個 另外一個就是 買基金 不可不知道的投資大迷失 基金已經相對風險比較小了 OK還會有迷失 我在之前看到有一個人 寫一個投資的文章 很有意思 我覺得這個迷失 可能包括自我體檢的迷失 有機會我們要請大家分析一下 說許多投資顧問 經常被問到的就是 該選擇股票 基金還是ETF 作為投資工具 或要買哪一檔比較好 那名牌是哪一個 但很少人會提及自己的性格 適合怎樣的投資方式 或者財務自由的規劃藍圖的 最終目標是什麼 我想買一台遊艇 我想買一台跟郭董一樣的 私人飛機特寫一下 就是我講的 OK還是我想怎麼樣 OK這個要先檢核一下 自己的目標能力個性 像我是打死不退的摩羯座 我真的很適合投資基金 我人生的重大問題或企圖 沒有撇步 沒有捷徑可以走 就是靠時間 一步一腳印把它解決出來 所以我很任命去買基金 OK好 那目前說法還不錯 OK好回來聽一下這個 基富兄 什麼投資大迷失的風險這麼少 還有迷失 在風險意識相對小的情況下 那個迷失可能就很重大 應該這麼講 基金已經是台灣很多人 選擇的投資工具了 也很多人用定期定額的方式 去買基金 可是你買的基金 並不表示你了解基金 所以我從過去這一段 這些年來 我跑基金的經驗 還有在金融界服務的經驗 我就發現很多人在買基金的時候 在行為上面 其實跟腦袋想要是完全兩回事 所以行為上面 常常會有一些迷失在 我舉了幾個 其實迷失有很多 我今天舉幾個 心口不合一 對心口不合一 而且你覺得罵人 沒有啦 沒有啦 有些男人是不是 今天我都做壞了 好沒事 第一個 我覺得最大的迷失就是 大家買基金是什麼 樓上的鄰居 叔叔伯伯 那個姐妹們說 這檔基金很好 我就去買 大家先去買 相口常聞 有名的 有名的基金 像剛剛白姐講的 這個替代 這個替代能源的基金 表現那麼好的時候 可能旁邊的這個 有朋友就跟你講 你不是快去買 我買賺 20% 30%的 快去買 好 你如果是聽名牌去買基金 我覺得你如果賺錢是你幸運 但是如果你賠錢是活該 那有名的基金 不一定是好基金 聽名牌買賺錢是幸運 幸運 賠錢是活該 挺好 挺好 那我覺得為什麼列這個迷思 就是回歸到我剛剛講 我們買任何的投資標的 還是要自己做一點功課 所以我剛剛有跟大家想說 怎麼去挑基金 所以你根據這個 我剛剛講的333法則去挑 而不是去挑有名 所以你可能挑出來基金 會有些基金說 我沒看過 其實很多沒看過基金表現 比這個有聽過的基金還要好 所以第一個迷思是 有名不一定好 有名不一定好 OK 那第一個迷思 就是台灣人最常犯的 剛剛白姐一開始也講 台灣人最喜歡買的基金是什麼 債券型基金 然後是配息的債券基金 然後月配息 每個月配給你一息的基金 大家是瘋狂的在買 台灣大概買了 至少我算一下 應該有三四兆以上的基金 因為那個feel很好啊 有幹嘛 漂亮 其實時期是一般投資的代表 對 投資大眾代表 對 因為你剛跟你講 每個月配息給你 很高興 比養兒子孝順 然後配息率可能什麼 6% 7% 你聽起來就很動心對不對 9%都有 對 9% 但我要告訴大家 配息率是一個迷思 配息率配給你高 並不表示你的基金就賺錢 為什麼 簡單的公式配息率是什麼 配多少錢給你 除以大概淨值 對 那如果淨值變小 分母變小的時候 它是不是突然就變大 對 就突然變大 可是淨值跌 可是它的來自於是什麼 它的淨值的 小小 分母變小了 對 就是說如果它配了年化 如果配6%給你 可是它淨值跌了8% 那我問你 你的投資是賺起來變低 那它數學應該很好吧 這是賠錢的 所以配息率高 不等於報酬率高 這件事情也要特別 迷失第二 我們的頭子 第三個叫做免錢的最貴 什麼叫免錢的最貴呢 就是台灣有一種基金 你專門會告訴你說 你買的時候不用手續費 聽到沒手 不用手續費 大家眼睛又一直以下 可是現在大家都在拼這個 對 可是有一種基金 叫做後收型手續費基金 這其實很多人 很多人買的都不知道 他買的是這個 我告訴你這個費用裡面 有很多的美槓在裡面 魔鬼在細節 有機會我們再來講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買這種 後收型的基金 千萬不要買 真的不要買 我覺得 你用千萬 不要碰 千萬不要碰 這個講起來很複雜 有機會 有機會我們可以開一集來講 為什麼我們合同 不建議大家買這個 後收手續費的基金 第四個就是很多人 買基金之後會先賣掉什麼 賺錢的 然後留下賠錢的 這其實是完全相反的 因為通常賠錢就表示 他不值得你留下來 你應該要賣的是賣賠錢的 賣賠錢的 所以剛剛時期問我說 他手上基金要不要賣 我覺得他手上留的 應該都好基金 我反而建議他不要賣 所以很多人想說 我賣的賺錢基金 我就有獲利 可是你留那個賠錢基金 幹什麼呢 你還不如把賠錢基金賣掉 去找一個比較好的基金 把你過去的虧損補回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也是很多人 應該去弱 留錢 那也避免說 沉默成本的那種效應 對 沒錯 感心對心肝 結果都越來越多 你後來發現 你手上留的都是賠錢 我幹什麼 把那個會生雞蛋全部賣掉 留住那些不長進了 可是就是在克服心理上 一直跟你賭 也不是要賭 前提是你要選到好標的 才能夠這樣子 不是好標的 你就得趕快把它處理掉 第五個 定期定額現在很多人在做 可是定期定額不是說 你每個月扣款 我就訂到我怎麼退休 天荒地老 天荒地老 就不管他 不是 我不點名 但是我相信 現在在看節目的網友 很多人比較資深的投資 可能手上之前都有一檔 國民基金是十幾年前的 大家都在瘋狂買的 一檔礦業型的基金 那檔基金呢 你定期定額做了十年 到處你還是賠錢的 真的喔 你為什麼要買這種基金 所以定期定額不是說 你買了之後就不換 然後不賣 不是這個原則 而是說你還是要看情況 找時間點去做調整 甚至有時候該賣的時候 你就得賣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可是很多人可能現在 過去基金公司 對大家教育他就說 你買了這個定期定額基金 就是放到你什麼退休啦 放到什麼小孩長大之後才能用 但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真的 就設定我二十年之後 我這樣賣 等到你二十年到那天 你發現你的基金 如果是虧錢怎麼辦 不會呼啊 回不去了 對不對 所以你中間在做這個定期定額的時候 我覺得每隔一年兩年三年 都要稍微檢視一下 定期體檢 對定期體檢 反正他會寄對帳單來 會啊 就趁那個機會做調整 你還會看對帳單 我告訴你很多人 是不看對帳單的 然後猛然有時候收到對帳單 會注意是什麼 紅字的時候才發現 就是這個綠色賺錢的時候 都隨便放在抽地裡隨便修 可是等到賠錢的時候 就特別注意 可是賠錢的時候你要去處理 來不及了嘛 對 是 不及對帳單 是 有什麼事 可惜 是 有什麼事 也會有什麼事 是 有什麼事 可以 你